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宇 狄龙 将大魏三位男演员并称少氏武侠三雄 一 狄龙 狄龙年轻时曾被称为古装十大男神之一 他的长相俊美 身材健壮 不管是穿古装还是现代装都十分出众 直到出演 环珠格格三 昔日男神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 如今 75岁的狄龙一头白发 满脸皱纹 已经是老爷爷的模样 虽然年轻面容不在 但气质还是很好 年过60岁之后 狄龙已半退影坛 只偶尔在影视作品中客串出镜 前不久 狄龙的儿子谭俊燕在采访中透露 狄龙前几年患上了人群恐惧症 心理状态不佳 一直在家休养 所以很少在公众前露面 近日 著名演员狄龙现身商场 当天他头戴黑色帽子捂着口罩 穿一件白色外套 打扮休闲又低调 狄龙已经年过七旬了 身材有些发福 小独男很明显 头发也花白了不少 头顶还有明显的掉发痕迹 之后 他走到一家小饭馆准备点餐 在窗口等了一会 他就端了碗面出来 随意地找了个小桌就吃起来 没有架子十分接地气 狄龙吃过饭后 就去另一个餐馆 找妻子和朋友 狄龙的老婆陶敏明穿一件白色针织衫 一头的短卷发 打扮很有气质 狄龙和妻子短暂交谈了会儿 就先回家了 狄龙和陶敏明一直是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 他们曾经还有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两人初见时就一见钟情 当时陶敏明在电视台当舞蹈艺人 狄龙刚好碰见他跳舞 于是就动了心 后来狄龙和他交谈才知道 原来陶敏明才十四岁 于是狄龙就一直等到他十八岁成年之日 才正式告白 当时的狄龙被誉为古装第一美男 小巧精致的五官 完美的头肩笔和强壮的身材 使得当时的狄龙风头正盛 但狄龙心里只有陶敏明一个人 在妻子十九岁时 狄龙就向他求婚 两人正式成为了夫妻 婚后 陶敏明全面退出娱乐圈 在家相夫教子 狄龙和妻子生有一个儿子 叫谭俊彦 狄龙接受采访时 说儿子要多独立 自己则要忙着陪老婆 谭俊彦长得十分帅气 继承了父母的完美长相 他还很有语言天赋 会普通话 粤语 英语 法语等多种语言 虽然谭俊彦的演艺事业 没有父亲狄龙出色 但生活也是十分幸福 谭俊彦和妻子任芷妍结婚后 生下一对儿女 十分可爱 前不久 谭俊彦带着儿女和父母聚会 狄龙一家三代同堂 画面真是太温馨 前几天 狄龙因为摔倒而在医院 并未得谣言铺天盖地 儿子谭俊彦也是很快出来澄清 他说自己很少上社交平台 但父亲总被造谣说去世 这样的言论太不负责任了 他说狄龙的身体一直很好 感谢粉丝们的关心 狄龙和妻子在一起四十五年 从黑发到白发的爱情 好让人羡慕 现在的狄龙 有一个白头偕老的妻子 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妥妥的人生赢家 狄龙的身体也十分健康 希望类似的谣言不要再发生了 二 江大卫 江大卫出生于演艺世家 四岁做童星 年少时代跟刘家良学洪拳 1968年被张彻发掘 在游侠儿里担当男主角 继而成为跟狄龙齐名的首席武侠小生 狄龙和江大卫可以说是最早的CP了 两人相差十个月 同样高大帅气 浑身散发魅力 江大卫虽然早年颜值不及狄龙 但如今74岁仍有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 看上去顶多六十出头 特别保鲜 对于很多95后 00后来说 江大卫这个名字多半有点陌生 但对于熟悉香港影视剧的父辈来说 这个名字就是时代偶像的代名词 江大卫是香港影史上第一个影帝 年轻的时候与狄龙齐名 两人都是邵氏公司的当红小生 更加传奇的是 江大卫的父亲 母亲 哥哥 弟弟 女儿 女婿 全都是演艺圈人 且每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以用演艺世家来形容 荧幕上的江大卫 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情有义的真男儿 为兄弟两肋插刀 为爱人干涉性命 不是英雄就是侠客 而生活中的她 是无数粉丝追目的男神 却娶了一位貌不惊人的妻子 她的妻子李林林也是一位演员 不过并不太知名 两人是在一场婚宴上邂逅的 不久之后 两人开始拍拖 1974年5月20日 27岁的江大卫和女友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夫妻俩育有两女一子 至今已经相守了46年 近日 江大卫出席儿子江卓文的新片发布会 为儿子新片站台招揽人气 据透露江大卫有在片中饰演一名配角 为儿子搭戏 剧中两人依旧饰演父子 江大卫为了这个唯一的儿子 可谓是操碎了心 由于江卓文是江大卫家中唯一的男孩 并且还是老来的的子 所以自小便深受全家的宠爱 大姐二姐分别出生在1973年和1984年 而她则出生于1995年 作为全家最小的孩子 必然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也难怪出道以来 一直有父亲江大卫为其保驾护航 江卓文长相与父亲神似 身材高大帅气 气质阳光俊朗 与江大卫年轻时颇为相似 特别是眉毛和眼睛 简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好基因 早前江大卫更是带儿子江卓文 频频上综艺 大秀父子感情 为其出道铺路 后来又支持儿子出道拍戏 找了不少演艺资源给儿子 这次更是为了江卓文 甘当绿叶衬托他 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今江大卫已经年过七旬 还活跃在影视圈内 不忘照顾家人 无论是易得演技 还是家庭责任 他都尽力做到完美 祝愿他保重身体 还可以为大家献上 更多优秀的作品 王宇是香港电影史上首位百万票房男主 他主演的《独臂刀》 系列电影开创了一个武侠电影时代 王宇的长相并非传统观念里的美男子 他长着一双狭长的凤眼 虽然长相不够俊美 却英气逼人 更符合大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王宇虽然不是学武术出身的 但从小爱好体育 伸手矫健 六十年代没有替身 没有特效 他为了拍独臂刀 练习了三个月武打基本功 反复琢磨独臂如何保持平衡 演艺生涯如此精彩 王宇的婚姻生活也不平淡 1969年底 他与妻子林翠结婚 共同养育了三个女儿 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未维持多久 仅仅持续了六年 便选择了结束婚姻 王宇的感情生活 并没有因为离婚而结束 在2011年时 王宇自曝 曾和林青霞有过一段情缘 王宇称 在离婚之后 隔年自己便和林青霞相恋 并说是林青霞主动联系她 但在一起半年后 王宇便以怕自己影响 林青霞形象的原因 提出了分手 这一生走来 王宇收获了成功的演艺事业 树立了一代武侠的形象 也曾收获甜蜜的感情 彼此交换真心 虽然这些感情 没能走到好的结局 但想必她已经够满足了 据悉 王宇在2000年后 就淡出了娱乐圈 改行在台湾经商 且非常成功 摇身一变 就从演员成为了商人 之后长年居住在台湾 已经鲜少在香港露脸 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 她吸引难耐 连续三年出演电影 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又再度退出 其实自2011年后 王宇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 2011年6月曾经有过中风的经历 不过那一次中风不算严重 只是身体左半部分不能探动 经过调养 王宇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两个星期后就出院 童年还以角逐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的身份 走金马红毯 但是这一次中风 也给王宇的身体留下了祸根 2015年1月 王宇在从泰国机场返台的时候 二度中风 这一次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一次的中风几乎是令她一蹶不振 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手术 一直带到情况稳定 才搭乘了医疗专机回台湾 入住了当地的振兴医院 这一住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这些年 王宇一直住在振兴医院 特别请了三个护工贴身轮流照顾 而入院后的王宇每日的放风时间 只有早上的八点到十点 只要天气好 都会有护工推她外出晒太阳 而王宇从2015年3月 入住振兴医院至今 每年的开销都非常庞大 这些年来 王宇在医疗这一块的开销 保守估计已经达700万 直到2022年4月5日 清明节早上 王宇的女儿王心平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悲伤地写道 父亲为人讲一气 重视朋友 荧幕内外 她的做人处事 都是铁蒸蒸的侠客作风 一生精彩 抱着万般不舍的心情 我们永远怀念父亲 一相信她的独臂刀俊朗的大侠形象 将永存于电影历史及影迷心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